这一早上 这么说吧 啥事还没干 已经被吓了 真是 这一早上 徐自林去了六趟厕所 我觉得刚才史律师 做了一个特别好的社交范例 年轻人应该好好地学习一下 就是这种 在跟上司 在一个场合下的时候 你最舒服的状态 就是史律师状态 不卑不亢 一进来 首先史律师感觉到了 这几个年轻人 没有认出小律师 但史律师用了一句话 这位你们都认识了 一进门 您的照片在那墙上挂着 一句话就点清楚了 谁也别在这犯错了 然后紧接着 介绍每一个人的时候 一点都没有说 你看这位是谁 没有 语系感觉就像是朋友一样 但是又很清晰地 让他的上级了解了 所有实习的情报 那一段太漂亮了 年轻人学习的机会 是在每一个环节 是的 这里边有一个 特别有趣的现象 就是肖律来的时候 孩子们看到他的时候 第一反应都是站起来 那么肖律就说了一个 大别紧张坐下来 那么我相信肖律师说的话 也是当真的 但是这边张典娜就说 他们怎么都不暂时 只有丁辉一个人 是站起来应对的 个人觉得不怪他们 首先第一 年轻人没有足够的这种社交经验 也没有足够的 再见到顶级大boss的这种场合的这种历练和锻炼 我是觉得我的身体应该不会听我控制的 他说 你坐下吧 我一定是这样的 对 就是你懂吗 就是害怕 坐下吧 咕咚 跪下吧 深深说我没跪下一击 是非常有骨气了 你看 你还让我坐着 我不跪 对 我已经很坚强了 杨老板觉得领导什么话是真的可以去 就是不用客气 什么话只是他客套一下 虚晃一下 领导说 坐下来别客气 是他的客气 他客气 你不能你也客气 就客气是领导的姿态 但是讲礼 也是我们作为下属 应该是尊敬领导的一种表现 礼多人不怪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 萧绿这个辈分 德高望重 就大家对他都很敬重 那这时候 其实萧绿让你们坐着 我觉得他是发自内心 对你们小朋友的照顾 对小朋友而言 我觉得你要表示你的尊重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 在一个平行视线交流会比较好 如果说有一些比较随意的场合 领导说你坐 那就大家坐下来 无所谓 对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比如说 对方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领导的话 你多一份客气 比你率真一分 可能要更安全一点 那么我想问一下诚诚 如果你一天遭受这么三重压力 新人到来 大老板到来 和被HR约谈 你觉得哪个是最让你紧张 最崩溃的 我觉得是新人到来吧 为什么 因为你感觉被约谈 就起码你还能被约着谈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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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感觉没被约谈的才更可怕吧 就感觉像马上要被换了 也没必要谈了 其实诚诚这个关键是对的 被约谈就说明在给你机会 对 就觉得你哪做的不好 告诉你 下次改一改 大家有没有在职场生涯当中 这种印象特别深刻的 给我看到 就是你现在头发这边已经被抓起来了 令你头秃的压力时刻有吗 有 我是第一次进录音棚度专辑的时候 那首歌它叫做 蓝色降落伞 然后因为我是新人机 录音棚完全不会唱嘛 当时那个监制是高小松老师 然后高小松老师 你的这个降落伞 唱得不对啊 没有颜色 太像小松 你要唱出蓝色 我就戴着耳机在录音棚 蓝色 我就 我蓝色 然后再唱 走了 你应该这么降落伞 当时不够聪明 但因为后面就很受挫嘛 然后小松老师也隔了一下 还是给我发了一些比较安慰的一个微信 但是那当时的那一下的 我知道 那个刺激 你很难去把它全部散开 对 夏老师应该没有什么过压力吧 有 很大的压力也是 因为我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 完全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训练 然后一上来就是那种非常严肃 而且专业的访谈 所以整个人上台就懵 上台就懵 这种状态持续了将近有半年多 然后那个时候 每一期节目编导来选主持人 是是是 我有很长时间 没被翻牌 所以整个人每天都在两个状态中游走 一个就是算了 踏踏实实学习吧 但另外一个又有一个声音说 怎么能就这样放弃呢 都走到这一步了 后来是怎么突破这个压力的呢 后来就是找任何机会去学习 就学习 比如说哪怕没有我录像 但只要今天我有空 我就去看别人录像 我就在外面看 就特别有用 但是我也不能说 我是来看其他主持人录像来去 我就假装过去说 我来帮你们写写文案什么的 或者学习一些这些法律问题 其实还是通过一些 对 学习 就在那不断地让自己熟悉那种 那种气场和氛围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地经过几次 就编导说 感觉还可以比以前强一点了 然后就再慢慢慢慢 开始有 这种 就顶住那 就是大概有那么一段时间 我现在忘了有多长 但是我记忆中似乎是无限漫长 每天都在纠结 放弃 还是坚持 放弃 每天都在想着 今天会不会有人给我打电话 约我录像 那时候还是BB机 等着那个传呼声 其实你也在等你的offer 心里又很 对不对 其实那会很怕录像 一天下来没有 你又觉得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轻松感 太好了 今天没有录 但是到明天又在想 会不会有人找我录 就这种状态要让人发疯 那后来你又是怎么变成了 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太煎熬了 大脑就伸出有一根神经 估计是还是断了 没绷住 咔嚓一声 成成有头突的时候 这就是这种压力 特别大的时候吗 也有 就是没出道之前特别调皮 然后就被约谈了 我记得特清楚 然后那时候杜总也来了 然后杜总就坐这 哥哥就坐这 我就在坐 我觉得坐在现在这个 我跟哥也不指明到信 就说有些人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听说的吗 不要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以为自己怎么怎么样 然后还是要好好努力的 还是要好好努力的 然后 然后你应该看着别人说 对对对 哈哈哈哈 是跟哥说的对 说的对 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徐徐 根据你的判断 在剩下的五个里面 你觉得他有可能会约谈谁 黄霄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是带着标签 跟光环进来的 那么其实在前三个案例当中 我并没有留下非常深刻的 就是业务难力的一个印象 反导对他的性格特征 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那对于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个沟通的 听一下意见 我觉得可能是尹飞 为什么呢 因为尹飞其实就在所有人中间 他给人的印象最少 所以我觉得艾传尔可能会提示他一下 因为这是一个短时间内的淘汰 你可能要尽快地展露出你的优势 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被忽略掉 没错 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看 到底第四位被约谈到底是 这两个王当中的哪一个 对一个呢是可能一直没有被看见的尹飞妹妹 还是说之前其实从第一期开始 就是性格印象超过了他的实力印象 王霄呢我们来看下一段 我感觉应该是王霄 我要是HR 我就是要粉碎他的自信心 有一些人啊 真是